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再次的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一同来敬拜 我们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我要欢迎这个水龙分会的 还有明杜鲁分会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当中 这个自寻 Kelphine还有她妻子 欢迎 在我们当中 好我们现在 我们就一同的来查考 马可福音 我们继续查考 马可福音第九章 我们来到了最后的 两段经文 马可福音第九章 四十九到五十节 我们来到了最后两段经文 之后我们就会进入 第十章 我们也感谢上帝 保守带领 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们来学习马可福音 我们一同的来念 这段的经文 我们从四十九节 我先念四十八节 然后弟兄姐妹 从四十九一同的念到五十节 马可福音第九章 四十八节 在那里 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四十九节 因为必用火当烟 烟个人 原本是好的 若失了胃 可用什么叫他再闲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言 彼此和睦 我们一同的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如此的爱我们 你不当创造我们 给我们生命 你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使我们如今 得站在你的面前 我们得与你和好 不再做仇敌 我们也成为主你家里的人 这都是你的恩典 你的怜悯 主啊 我们要继续为着你的话语 我们来祷告 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你的话语 我们也感谢你 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 我们得明白主耶稣的心意 使我们能够在地上 我们继续来效法主耶稣基督 来跟随主耶稣基督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借着马可福音这段经文 我们更加能够明白 如何的来做 特别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要如何的来彰显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我们也要在生活中 如何的来反映 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主啊 求你带领我们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能够明白这段话语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在之前呢 我们已经有讲到 特别在第九章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看上下文 第九章特别 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之后呢 他来到三角下呢 就发生一系列的事情 对吗 所以 包括这个门徒们 他们不能够赶鬼 没有成功赶鬼 然后之后呢 他们又争论 天国里面谁是坐大的 天国里面谁应该坐在高位 然后之后又看到 莫舍人奉主的名成功赶鬼 他们就有点不高兴 就叫就要禁止他们 但是耶稣叫他们不要禁止 那么就来到了这个第四十二节这边呢 就有谈到说这个耶稣就有警戒门徒们 你们不要绊倒其他信徒 你们也不要绊倒自己 你们要严肃的看待罪恶 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虽然耶稣是对门徒们 殉勉 对门徒们教导 但是耶稣也讲出这个地狱的真实性 地狱的可怕性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跟非信徒讲关于地狱 我们跟基督徒 我们也要讲到地狱 因为如果持续的犯罪呢 如果像非信徒那样子 一直犯罪得罪上帝的话呢 就证明你的生命根本是没有改变 而这样子没有改变的生命呢 就是带领你进入地狱的 所以讲到第四十八节呢 那么四十九节耶稣又继续讲下去 在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呢 我们就看到耶稣他用言来作为比喻 从四十九到五十节呢 我们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面 其中一段最难解释的经文 这个是被誉为在新约圣经里面 其中最难解释的经文 而在四十九到五十节呢 这边特别有两句关于言的格言 特别有两句关于言的格言 而这两句关于言的格言呢 其实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有 只有记录在马可福音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 我们就要来看这两句 耶稣所讲的这个言的格言 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要来仔细的来思考 第一句是什么呢 第一句如果我们看荷尔本圣经 他说因为必用火当言 焉个人 所以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 或者我们看英文圣经的翻译 英文翻译是 for everyone will be sorted with fire 所以他其实是被动的 他的意思是说每个人 每一个人或者 这个每一个人其实指的 就是每一个信徒 如果我们看三下文的话 指的就是每一个门徒 每一个门徒呢 都必须被火来焉 所以你看他原文的意思就是 被火来焉 如果我们看这个当代译本的话 当代译本的翻译是 每一个人都要被火炼 像被烟一样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或者每一个跟随主的门徒呢 都要被火来炼 炼经 就好像这个食物被盐来焉 这样子 整个来包裹来焉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呢 首先呢 这段经文呢 它不是支持炼狱的经文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天主教他们其中一个教义呢 就是关于炼狱 就是他们相信 基督徒在地上不完美 还是会犯罪 那么在地上 如果你没有做出这个赎罪的话 没有做出足够的赎罪的话呢 那么基督徒死了之后 要进入炼狱 炼狱就是处于天堂跟地狱之间的 就是在炼狱里面呢 你持续的被炼净 以各样的修行 或者以这个 其他人的代求 活着的人的代求 继续的炼净 然后才能够去到天堂 所以这个是天主教的教义 我们基督教呢 或者我们说我们更正教呢 我们是不接受这样的教义 所以首先这段经文呢 不是指炼狱 不是支持炼狱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看和尔本圣经 它后面有一个括号 就是有古卷 在此有房祭物必用炎烟 这句话 所以这个括号呢 其实是被发现在这个 比较晚期的操本里面 不是早期的操本 所以是比较晚期的操本里面呢 有这句话 所以就代表这句话呢 不是原文里面就有的 所以当马可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呢 这句话是没有被包括在里面的 是在比较之后 晚期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 他们有时候 他们操本 他们或者抄写圣经的时候呢 他们会把当时的一些的诠释 放在圣经里面 所以这个 这句短短的话呢 我们就相信是 早期教会呢 他们要解释这句话 所以把这句话的诠释 也放在这个经文里面 所以我们就来看 当时的教会 是如何来理解这一段话 所以当耶稣说 你们要用火来烟的时候呢 其实这里所讲的意思 就好像是祭物 必用盐来烟 所以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 好吧 我们来看立位记 第二章第十三节 所以在旧约圣经呢 或者在以色列人的 这个摩西律法里面呢 其实上帝有吩咐他们 献祭物的时候呢 应当要怎样子来处理 其中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用盐来烟 如果我们来看 立位记二章十三节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立位记二章十三节 我们翻到了一同来读这段经文 凡线为书记的公务 都要用盐调和 在书记上不可缺了 你上帝立约的盐 一切的公务都要盐而现 都要配盐而现 所以这边说不单是书记 其实他说一切的公务 都要配盐而现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以西节书四十三章 以西节书四十三章二十四节 这里呢就有讲到这个动物 所以不只是书记 不只是grain offering 这个动物呢 也是要用盐来淹的 我们来看 以西节书四十三章二十四节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二十三节的时候呢 这边有讲到说 将一只无长鸡的公牛犊 和羊群中一只无长鸡的公绵羊 这边是作为赎罪记 我们来读这个二十四节 来 奉到耶华前 祭司要撒盐在旗上 献于耶华为方祭 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时代呢 当这个祭司们 要把这个祭物献上的时候呢 无论是数祭 无论是动物 都要用盐来盐 为什么要用盐呢 它背后的神学意义呢 就是在于刚才我们所念的 六级二十三节 也就是这个盐 作为利约的这个的象征 所以如果我们看民俗记 十八章第十九节 民俗记十八章第十九节 这边就有解释 这边说 在耶华面前 作为永远的盐约 所以当他们说 当这个旧约盛行 我们看到这个 上帝与祂的子民立约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立约 这个盟约呢 也被称为盐约 为什么是盐约 盐约的意思就是 不废坏的意思 因为盐本身有不废坏的性质 盐它是不会坏的 盐可以保留到很久的 所以盐本身不会废坏 所以就被当时呢 被上帝呢 作为这个立约的象征 所以这个盐 他除了背后的神学意义 就是不废坏 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呢 是不会被抹杀的 是不会被废坏的 那么第二点呢 是盐可以当作洁净的用途 所以当祭司献上祭物 要把祭物淹盐呢 就是有这个洁净的作用 洁净的作用 特别我们在 以西节书十六章里面 我们更加的看到这一点 盐有这个洁净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好吗 以西节书第十六章第四节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以西节书呢 是以西节先知特别针对 这个被掳的犹大国 所写的话 或者所发出的审判的信息 跟这个应许的信息 所以特别针对南国犹大 南国犹大呢 当时是接近被巴比伦所掳了 所以以西节当时 已经是在巴比伦了 所以他是针对犹大人 来讲这些审判的信息 如果我们来看 以西节书第十六章 这里特别讲到 不忠实的耶路上人 就是针对犹大人 不忠实的耶路上人 那么如果我们来看 这个第四节 第四节 我们一头来念 第四节就讲到这个犹大人 讲到以色列人 讲到他们的背景 讲到他们的原初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节 来 论到你出世的情况 在你出生的日子 没有为你断脊带 也没有用水洗你 使你洁净 丝毫没有撒盐 在你身上 也没有用不裹你 所以上帝说什么呢 上帝说 这个以色列人 本来是被废弃的 本来跟上帝没有分的 本来是好像是一个弃因 所以我们要知道 古时代呢 有许多的弃因 因为有时候他们 因为在战争的年代 在非常困苦的年代 有时候父母是 没有能力养这些的子女 所以有时候就生下来 就丢掉了 所以这里所讲的就是 这个弃因 第四节所讲的就是弃因 就好比以色列人 一开始他们没有与上帝立约 他们跟上帝没有分 但是上帝联名他们 拣选他们等等 所以他说什么呢 这个婴孩在出生的时候 没有断脊带 没有用水洗 也没有撒盐 没有用布来包裹 其实这四个步骤 就是当时 接生婴儿的 这个洁净的过程 所以当时 接生婴儿呢 要做的就是 要断脊带 然后要用水洗 然后要撒盐 因为盐有洁净的作用 然后再用布 来包裹起来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洁净的过程 所以当我们看到 耶稣讲到 这个盐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要知道 背后的神学意义 就是这个不废坏的意思 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有洁净的意思 有洁净的意思 那么我们再看回来 马可福音第九章 所以当耶稣讲说 这个 当耶稣讲说 你们每一个人 要用火来当盐 来烟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子理解呢 就是我们要理解到 这个耶稣所讲的 一定是符合上下文 所以在不同的神学历场里面 或者不同的圣经学者呢 他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们有不一样的解释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 知道哪一个解释 才是正确的 我们就要看这个经文的处景 还有特别上下文 所以如果我们来看 这个上下文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在八章三十四节呢 耶稣他做了一个宣告 他给这个门徒们 很大的一个教导呢 是什么呢 就是你们要舍己 你们要背起自己的石架 来跟随主 所以这个大背景 就是要舍己 要背起自己的石架 来跟随主 所以这边所讲的舍己 背起石架呢 就是所表达的行义 就是这条路是不容易的 这条路是充满着困难的 这条路是充满着逼迫的 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第十章 如果我们看后面的经文 我们看第十章第三十节 这边又讲到说 门徒们要受逼迫 但是呢 再来是必得永生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 逼迫受患难的主题 然后十章三十九节 我们看下去 这边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喜 你们也要受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门徒们你们要经历 跟我一样的事情 我要被逼迫 我要被杀 你们同样的 要被逼迫 要被杀 然后之后的十三章 十三节 同样的 耶稣说 并且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我有能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所以我们看 马可福音这一段路 从第八章 一直到后面的经文 其实他所讲的 就是受苦 就是作为主 耶稣基督的门徒 要受逼迫 要受患难 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 说你们每一个人 都要被火来烟的时候 就好像盐来烟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们都要被试炼的意思 你们都要被试炼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要被试炼 好像初期教会的这些门徒们 他们受许多的患难 不同程度的逼迫 同样的我们的生命 也需要上帝的试炼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就是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献给主耶稣基督 就好像我们把祭物 献给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是祭物那样子 献给主耶稣基督 我们不是用盐来烟这样的生命 我们乃是用火 乃是用火来烟这样子的生命 所以这个火的试炼会清除基督徒生命当中的渣子 火的试炼会清除基督徒生命中的渣子 以至于那些严肃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才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要怎么样证明你是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呢 就是你被火试炼之后 你还可以站立得住 这才是真基督徒 这才是真正附代价 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火的试炼会净化基督徒群体 就如盐洁净祭物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些的抄本里面 有写这个祭物要用盐来烟的 它的意思就是要表达 我们这个火呢 这个耶稣所讲的火 会净化基督徒的群体 就好像盐洁净祭物一样 所以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 雅各书第二章 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这段话呢 是耶稣基督在世的弟弟所讲的话 雅各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这段重要的话 也讲出这个为什么我们面对试炼了 我们应当要欢喜 我们一同来念这段重要的话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 就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作为跟随主耶稣基督徒的门徒呢 我们一定是会面对试炼的 所以当我们在不同的试炼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喜乐的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试炼会帮助我们 会兼顾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更多的忍耐 然后忍耐呢 我们就会更加成熟 我们会更加完备 就是我们更加完全 我们越能够来荣耀我们的上帝 我们越能够在这个地上呢 我们持守我们的立场 持守我们的信仰 所以这个试炼 对我们是好的 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子讲的时候呢 是符合上下文的主题 也就是个逼迫患难 而我们所采取的解释 就是这个火呢 就好像是试炼一样 当然这个试炼一定是包括困难 包括从魔鬼来的试炼 包括各样的患难 挑战等等 所以这都是上帝所许可的 所以我们称之为 是上帝所给予的试炼 我们不会称之为 是上帝所给予的试炼 因为雅各苏也告诉我们 上帝不试炼人 只有魔鬼试炼人 但是上帝给人的试炼里面呢 是包括魔鬼的试炼 是许可魔鬼来试炼基督徒 所以我们在《月博记》 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 对吗 撒旦要去攻击月博 也要得到上帝的许可 所以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 我们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不会消极的来看待这些的患难 我们会把它当成是 从上帝来的试炼 所以这个试炼就好像火一样 会炼进我们 炼进我们使我们更加的成熟 使我们更加的有忍耐 使我们有更加坚固的信心 所以我们有更加美好的品格呢 我们能够来荣耀上帝 所以这个是第一句话 耶稣所讲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马可福音呢 也是彼得他口述 然后马可记载下来的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 在彼得书信里面呢 也有类似的话 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讲的 其实跟彼得书信里面 有一些话是类似的 因为马可福音呢 就是借着彼得口述 因为马可不是使徒 马可是彼得的同工 是保罗的同工 马可没有见证 这个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事情 所以他需要透过彼得口述 然后写下来 所以这个写下来的 跟彼得的经历是很大关系的 而且也放映在 他后来的这个书信里面 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 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 彼得曾经不明白 耶稣所讲的话 彼得曾经被耶稣责备 但是他后来 他明白过来 所以他把耶稣的教训 特别针对试炼的 这个教训呢 他要作为一个提醒 来提醒当时的基督徒 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 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到第七节 我们来念这段经文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了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仍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所以彼得这边也是讲到火的试炼 所以这里就是反映耶稣所讲的话 你们要被火所焉 同样的我们要被火来试炼 而我们这个被火试炼 还站立得住的门徒们 是比金子还要宝贵 因为金子被很强烈的火烧了之后 就慢慢的融化了 但是基督徒不一样 被火的试炼炼尽之后 还站立得住 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称赞 那么第二章经文 我们来看第四章 同样一本书 我们来看第四章 十二到十三节 第四章 十二到十三节 翻到了我们一头来念 来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快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这句话呢 跟雅各所讲的就比较类似 在试炼里面 我们要喜乐 你不要以为奇怪 这是正常的 而且我们在试炼里面呢 我们应当要喜乐 所以他也同样的提到 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 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第一句格言 我们盼望 我们都真的可以明白 耶稣所表达的意思 那么第二句的格言是什么呢 第二句的格言呢 分为两半 分为两句 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 第二句格言 分为两句 第一句就是 原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我们可以说若失了原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闲呢 所以我们要仔细来思考这句话 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言呢 在人类历史里面呢 是非常重要的 对吗 无论是过去 无论是现在 都很重要 我相信每一个家庭 我们都会有盐 可能还有一些买着喜马拉雅山的盐 这些海盐等等粉红色的 所以盐在我们家里面呢 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如今的处境里面呢 盐它比较大的功用是 调味 对吗 盐作为调味呢 使食物有味道 我们吃了之后比较开心一点 对吗 如果没有调味的话 就很淡 没有味道 可能很难入口 对吗 但是盐可以作为调味 但是盐呢 在古代的时候呢 特别在耶稣的时代呢 更加重要 比我们今天更加重要 为什么呢 盐在当时来说呢 是有很高的价值 今天我们随处可以得到盐 但是古时候 不一定那么容易得到盐 盐有很高的价值 当时的罗马人还说一句话 他说没有别的东西 比太阳和盐更有用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 就是太阳和盐 没有别的东西 比太阳和盐更有用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在罗马帝国的处境里面呢 罗马人他们认为盐 可以说是最纯洁的 盐是最纯洁的 因为盐是来自于太阳跟海水 所以来自于太阳和海水 然后变成百色的结晶 百色的结晶 是这个纯洁的象征 是纯洁的象征 所以当耶稣说 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盐味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要理解到 盐本身是纯洁的 盐本身是纯洁的 盐是对我们来说 对耶稣的语境来说 其实就是圣洁的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是圣洁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什么呢 就是盐呢 它有这个防腐的作用 有防腐的作用 我们要知道在古时候 盐是要拿来 腌这些食物的 无论是肉类 蔬菜 海鲜 都要来腌 腌的时候呢 就可以保存它的这个期限 对吗 我们今天我们有冰箱 我们有冰柜等等 我们不需要盐来腌这个食物 不需要特别用盐来腌 但是古时候呢 他们没有冰箱 而且他们可能有这个 有些地方 还有四季对吗 炎热的夏天 等等 所以他们需要用盐来包住食物 以致食物还可以新鲜 还可以在这个恶劣的气候之下呢 还可以吃 所以如果你去欧洲的话 去年我有机会到柏林 德国这个城市 我和师母 我们有一个晚上 我们就比较闲控了 我们可以去外面自己找食物吃 所以我们来到柏林这个地方 我们要尝试的就是正宗的德国猪脚 对吗 正宗的德国猪脚 所以 还有德国香肠 这个都是那边主打的 他们很喜欢吃猪肉的 所以我们就来到一间很大的餐厅 我们就点了德国猪脚跟德国香肠 然后配这个德国的啤酒 所以要体验一下那边纯正的 正宗的食物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点了这个猪脚跟香肠 结果非常令我们失望 因为他们的味道只是咸而已 很咸 他跟吉隆坡的德国猪脚可能不一样 因为外国的美食来到当地 可能都会出景化 都会调整那个调味料等等 但是如果你去德国吃正宗的德国猪脚 他的味道只是咸而已 非常咸 我点了辣酱 辣酱也是咸的 很多食物都是咸的 所以特别欧洲 北欧 他们的食物的特色就是很咸 就是很咸 为什么呢 这个是跟他们历史有关系 因为以前他们是有这个四季 特别冬天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去捕鱼 不能够去打猎 所以他们需要把食物保存下来 就是用盐来咸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盐的味道 对他们来说是很普通的 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 所以不像华人 这个处理食物的时候 有各样的flavor在里面 所以你也会看到那边的白人 他们其实很喜欢吃中餐 也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食物可能 比较多样化一点 但是对他们来说 盐作为调味 作为主要的味道 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 因为盐就是如此的重要 就是当时候要来保存 防止这个腐烂 防止腐烂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子去理解 耶稣说盐本是好的 若失了盐味 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所以盐如果不再咸的话 那么盐就不是盐了 因为盐最能够给人分辨的 一个强烈特征呢 就是它的味道 对吗 所以盐之所为为盐 就是因为它会咸 而且我们一放入口中 我们即刻就能够辨别 这个食物是咸的 或者我们知道 这个看过去 很像味精又不像味精 我们一辨别 是盐 我们就知道是盐了 因为是很咸的意思 所以这个盐呢 这个盐呢 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 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其实要暗示门徒们 我们就是盐 我们其实就是盐 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 耶稣要求的独特特质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不是真正的门徒 所以从第八章 44节 耶稣就教导他们 你们要舍己 你们要背起施架 来跟随主 如果你们没有这些特质的话 包括耶稣所讲的 你们要严肃地对待罪恶 你们不要绊倒别人 等等的 你们不要去阻止别人 奉主的名杆归 等等的这些教训 如果我们没有活出 这些的要求的话呢 那么其实我们就好像是 盐失去了味道 而失去了味道 我们就失去我们的价值了 所以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价值 对吗 我们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这个身份呢 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味道呢 我们就失去了价值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呢 耶稣要我们就是要坚持 生命中的圣洁 我们要坚持生命中的圣洁 我们要严肃看待罪恶 并且呢我们要受 试炼之火炼净 然后我们对主保持忠诚 否则呢 我们的生命对这个败坏的世界呢 就没有影响力 所以盐是可以防腐的 特别在当时的处境来说 盐很重要的功用就是防止腐烂 所以我们就好像盐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就好像盐被放在这个逐渐腐烂的世界里面 逐渐败坏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们的功用呢 其实要产生影响力 要使这个世界呢 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呢 不会腐烂 所以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作愿 如果我们没有发挥作愿的话呢 我们就好像是盐失去了味道 就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你跟世界一起堕落 你其实可有可无 你没有这个影响力 如果我们与世界的人一样 落入相同的生活模式呢 我们就永远无法为众人指出另外一个世界 我再讲一次这句话 如果我们与世界的人一样 落入相同的生活模式 我们就无法向他们指出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上帝的国 如果没有影响力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盐的功用的话 那么我们很难跟人家传福音 所以这个是第一句 这个是第二句里面的上半句 耶稣所讲的 那么第二句呢 或者我们说下半句是什么呢 下半句我们继续来看 耶稣他继续讲 你们当中要有盐 使你们彼此和睦 所以第一句他是暗示 门徒们就是盐 然后第二句呢 他说你们当中要有盐 要有盐 所以弟兄姐妹之间 门徒们之间 要有盐 使你们可以彼此和睦 所以耶稣所表达的意思就是 你们要用同样的盐 在你们当中你们要用同样的盐 你们要用同样的调味品 这也表示在团契的和睦 的气氛之下 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初期教会 包括今年的教会 我们很常时候在团契里面 我们会聚餐对吗 所以给我们看到的画面 就是一个团契聚餐的画面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盐 所以同样的盐就能够彼此的调味 调味之后就能够和睦 相处就能够彼此和睦 所以耶稣基督这边所针对的 就是之前他们所争论的事情 之前他们争论彼此谁为大 他们又反对陌生人 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反对 其他的基督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赶鬼 所以这个都是没有和睦的表现 还有耶稣要警告他们 不要绊倒其他的基督徒 这个都是 如果你绊倒的话 这个就是没有和睦了 所以耶稣他就是要针对 门徒们这件事情 所以耶稣要说 门徒之间应该是一个和睦的团契 门徒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非常和睦的 门徒们应该要团结合一 而且要出自于真心 不是外表表面上很和睦 不是老师底下彼此攻击 不是 这个团结合一要出自于真心 而且要非常谦卑的彼此相爱 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所以不是我比你厉害 我要做高位 我比你伟大 等等不是这样子 乃是要谦卑的彼此相爱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所教导的就是 这个基督徒的团契 应该作为有利的见证 来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和睦的团契 而我们所展现的有利的见证 我们就可以来造就 来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也能够同时荣耀上帝的名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这两句格言 特别耶稣所教导的 当时虽然耶稣是教导当时的门徒 有当时的处境 有当时的背景 但是我们也要同样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要来反思 我们要来反思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两句话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反思的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基督徒是盐 所以我们一定要无时无刻的 我们要想到 我们基督徒就好像是盐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 耶稣也讲类似的话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所以马太所讲的跟马可福音 所讲的有一些不一样 他说如果没有味道的话 那么就是被丢掉 给人践踏 就是没有价值 你们就失去你们的价值了 所以基督徒作为盐 我们首先第一个功用 除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圣洁之外 我们的功用就是防腐剂 所以我们要想到 我们就好像是盐 能够作为防腐的作用 防腐剂 所以我们就好像是盐 盐在这个逐渐要腐烂的食物上 所以这个食物是会腐烂的 所以需要用盐来盐 同样的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进入这个逐渐腐烂的世界里面 我们要充当防腐剂的作用 我们要充当防腐剂的作用 所以有两方面 哪两方面 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自己 从腐烂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我们要分别为圣 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就好像使徒保罗 好像使徒彼得 好像初纪教会的这些圣徒们一样 我们要把自己将这个世界 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当我们与世界分别的越彻底 我们防腐的作用就越明显 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是一位圣经学者所讲的 当我们与世界分别的越彻底的时候 防腐的作用就越加明显 如果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起到防腐的作用呢 如果我们跟世界上的人的思维模式 做事情方式是一样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去影响他们呢 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 就是分别出来 我们要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职场上 或者在我们学习的环境里面 在我们学校当中 我们的品格 我们各方面呢 我们都要放映出我们是属主的门徒 所以提取准备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跟世界分别出来 这个世界呢 所强调的就是彼此利用 对吗 彼此利用 彼此重伤 不择手段地得到高位 不择手段地得到高位 所以这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以这个效果 或者以这个利益为最大的考量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 这个我们就称为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 英文叫做utilitarianism 是从utility这个字来的 utility呢 在经济的这个语言上的意思就是 效益 benefit 好处 效益 所以这个世界所讲的就是功利主义 如果我们看西方世界的文化 我们之后又影响东方世界的文化 其实我们都不难地看出来 这个世界上的人呢 他们只要达到最大的利益 就是好的 对他们来说 最大的上 最大的好处 就是能够得到最大的效益 或者我们说最大的利益 所以这样子思想的人呢 这种功利主义思想的人呢 他们不会考虑一个人的行为 以及他的动机和手段 他不会考虑一个人行为 背后的动机和手段 只要你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呢 你就是做对了 你就是已经做对了 你就已经达到你的目标 所以他不会考虑动机 不会考虑你的方法 不会考虑手段 只要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可以达到你最大的快乐 这都是应该的 这都是真常的 但是呢 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效法 这样子的世界的思潮 或者这样子的哲学观念 我们所看中的就是我们的动机 所以不当行为要讨上的喜悦 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所用的方法 在整个过程呢 都要荣耀上帝 所以我们不是结果主义者 我们不是只是看结果 只要教会大 奉献多就好了 我们要看的是那个过程 我们怎样子 在过程里面建造这个教会 我们要怎样子 在过程里面 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事工 这个过程 跟我们的动机很重要 这是上帝所看的 所以我们要像言那样子 尊贵 圣洁 然后有反腐的作用 跟世界分别出来 特别在这个 功利主义的社会当中 我们能够分别出来 我们不当然要看中我们的行为 我们要看中我们的动机 还有我们所用的方法 所以盼望地区 前面我们能够思考 我们能够越加彻底的 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以致我们的影响 能够越来越大 能够来翻转 我们的社会 更新我们的社会 更新我们的城市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积极的传福音 所以你要怎么样子 反腐呢 你要怎么样子 在世界里面反腐呢 就是我们要积极的 传扬福音 我们要使更多的人 避免 使更多的人 不会被这个世界 一统的腐烂下去 所以我们要 得着更多的人 好让更多的人 不会跟世界一统腐烂下去 所以这就是反腐剂的功用 所以我们作为盐 我们影响越多人的时候呢 整个社会 整个社区 就不会的 继续的腐烂下去 所以这就是耶稣 要门徒们所做的 这个反腐的功能 所以也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去学习的 所以第一点 盐作为反腐剂 第二点呢 就是盐 要作为调味品 盐要作为调味品 我们都是调味品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盐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品 所以我们在食物当中 我们都会放盐 就好像我们在基督徒之间呢 我们要彼此调和 我们要用盐来调和 彼此相爱 以致我们能够合而为一 所以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内部里面 我们基督徒之间 我们弟兄姐妹呢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就好像用盐来调和 彼此相爱 我们要合一 所以这个是内部的 第二方面呢 所以第一方面 我们和睦呢 众人也能够认出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我们也要使其他人和睦 所以我们处在我们的城市里面 我们处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制造纷争的人 所以我再讲一次 我们基督徒不应当是成为一个制造纷争的人 我们基督徒应当要作为使人和睦的人 所以我们在历史里面 我们看到特别宗教改革之后呢 教会在社会的定位 教会在社会里面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有许多的事情 治安各方面的问题 都是教会去处理 特别在宗教改革之后 特别在宗教改革 这个家文所影响的城市里面呢 好像日内瓦这样子 他们的议会呢 都是由基督徒所组成的 所以教会在那个城市里面呢 有相当重要的角色 所以有时候要调解 有时候要劝戒 都会出动传道人来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也是能够让其他人和睦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好像耶稣基督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所讲的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所以不单是基督徒之间 我们要和睦 不单是宗派之间我们要和睦 我们对外 我们对非信徒 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里面呢 我们要成为死人和睦的人 死人和睦的人 这也是主基督的命令 同样的使徒保罗 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呢 也是同样的这样子的吩咐 弱势能行 总要尽力于众人和睦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于众人和睦 所以我们要作为言 我们要成为死人和睦的人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或者我们作为教会呢 我们在一个社区里面呢 我们应当要让人看到 我们是和平之子 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跟上帝和好 我们也应当使别人与上帝很好 同时呢我们也使别人与别人和好 所以在这个horizontal的level呢 人与人要和好 在vertical的level呢 人与上帝要和好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做的 这是我们教会应当做的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在我们所遇到的事情里面 如果可以我们要去解决这些的纠纷 我们要去调和这些的纠纷 我们把和睦带给社区 让他们可以看出我们教会 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死人和睦的人 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 你们就是盐 所以盐在当中呢 有防腐的作用 也有调味的作用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够成为 主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 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一同来祷告 求主来帮助我们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的话语 主啊特别在今天早上 再次的教导我们 再次的提醒我们 什么晓得 我们的身份就好像是盐 盐若失了位 我们怎么能够再闲呢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的身份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呢 是有价值的 是非常重要的 主啊祢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圣洁 使我们能够持守圣洁 我们住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 我们能够起到防腐的作用 就好像盐能够来淹食物 避免食物腐烂 我们也能够好像盐那样子 在世界当中 我们也能够防止这个世界 逐渐的败坏 逐渐的腐烂 主啊我们晓得我们有仙 我们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们靠着主祢的话语 我们来尽量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同样的我们也要成为 使人和睦的人 不当我们基督徒本身 教会本身 中派之间我们应当彼此和睦 彼此相爱 我们对外 我们在社区里面 我们也要成为使其他人和睦的人 主啊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使我们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能够来影响我们所处的社会 主啊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所做的能够来讨你的喜悦 能够荣耀你的生命 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 我们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试炼 但是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 就是我们被火试炼之后 我们会越加洁净 我们会越加成熟 我们越加完备 我们能够越加有成熟的品格 能够蒙主使用 主啊求你带领帮助我们 使我们能够真实做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使我们真实的舍己 背起自己的持架 一生的来跟随主耶稣 主啊你带领我们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发挥光于眼的作用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不断的来反映上帝荣耀 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继续的来高举 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你带领我们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站立